哎呀,这个央视的节目,大家都别看了 我长这么大了,除了小时候,我还要看看新闻联播 我长大之后,现在每年的春晚我都不看 任何中央台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的 就尽可能就别打开了 你的智商会提高到很大一个程度的 你天天的去讨论这个央视的节目,其实都是被骗了 央视啊,这些主流媒体的各种各样的瞎说八道 实际上我觉得,那个主持人念的时候呢,自枪严正的 说的比什么都当一回事,其实最恶心的,最会骗人的 反正都是不着调的价值观,都是落后一时代的价值观 明明都已经是,今年都是2017年 而且整天在讲着50年前的价值观 什么东西都隐时寄进,就是新闻媒体没有隐时寄进 我每次看这个央视节目,都感觉到智商退回到50年前 那所有节目都是低智商在看的 我们全中国人都是从小到大都是天天在接收这些央视新闻 各种各样的节目之后呢,就变成现在都非常弱智 没办法理解的弱智,找公平,找说法 你们不是脑茶吗?明明知道人家是骗子了 你还去跟人家搭话 虽然央视这些媒体不靠谱 但是你们也最好从自身身上找原因 明明看到的东西就是死,整个模样都是死 你还会得爬过去,然后用自己的鼻子去闻一下 那个到底有多臭,你不是有毛病吗? 只要看到那个东西像一堆死,大家就应该静而言之 就应该要绕路而行 媒体抬高中国,主要还是想要 其实只是为了给老板交差 告诉老板,你给我的钱,给我的经费 我都用在刀刃子上了 我该照炮台的照炮台了 只要是天上飞的地下游的什么样的武器 我都照了一遍了 老大你满意吗? 要记住,我们的官方媒体,军事媒体都写出来所有文章都是给领导看的 不是给老百姓看的,你们别误会 他们不是抬高中国,是抬高老板 是告诉老板,很多英明做的一切决定都已经变成成果了 这是拍马屁子,不是抬高中国的 军事媒体所做的一切,就是给老板交差的 欺散瞒下的,可能明明没做到 但是欺骗着老板说,你给我们的每一分钱,我们都用在刀刃上了 实际上这些人能吃能喝,都全部吃光了 你们别太天真了 什么误导老百姓,想太多 他们想误导的是领导,搞得好像现在中国随时都能跟美国打仗了 领导稍微有点脑筋 我知道下面的金氏媒体不靠谱 没搭理这些金氏媒体 要是真的,早就发动轰轰烈烈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